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看他的第一段 他第一段的第三句说 一般世俗观念是把老师跟学生视为两个分立的个体 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 那么老师传授授课的对象限于学生 但是并不包括他自己 而且他这个教学活动并不会占到他 一生的时间 或者说 一天24小时 只占了他一小部分的时间 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嘛,那没有人能够永远工作 但是奇迹课程所讲的却是 教其实就是学 学其实就是教 老师其实就是学生 学生其实就是老师 那这个也是我们进入教师指南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观念 这并不是说 你是要像我这种角色 灌录音来教人奇迹课程才需要这本 教师指南 感觉好像是教师手册一样 并不是 你只要读进去之后你就知道 因为其实老师就是学生 那么学生其实就是老师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在第1段的最后面 他说 教跟学其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中 一直延续到 你晚上那个睡梦的念头里 它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过程 就是一天24小时 每一秒钟每一刻都在发生 因为这边所说的教跟学呢 其实就是 他的第2段最前面所讲的 活出的意思 它是一个活出的意思 并不是用言语去教人 这个下面会讲得更清楚 那其实你每时每刻都在活出啊 只是你是活出这个小我的精神 还是活出圣灵的精神而已 那其实每时每刻你都在做一个选择 你都在做一个决定 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眼光 你要认同什么样的思想体系 然后去看待你自己跟这个世界 所以他在讲说 教学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那因为你白天的时候 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你心灵做出来的一个梦 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做梦 对吧 那么 是同一个心灵在做梦 所以呢 其实 白天跟晚上 在奇异课程看起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所以他才说呢 这个教跟学的过程 会一直延续到 你睡梦中的那个念头 因为是同样一个心灵 在活出他所认同的那个思想体系 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教人其实就是以身作则 这个翻的是比较文言啦 其实他的英文很简单的一个字叫 Demonstrate Demonstrate就是向人视线的意思 就是展现出来的意思 那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叫做活出 不管你是活出 小我的精神 还是圣灵的精神 所以这边所说的教呢 其实跟你 言语上面的教 没有任何关系 好那你可以说 言语上面的这个教 是形式 然后你活出来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们中国人出讲的 身教 那那个 是属于内涵 好那他后面又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思想体系 就是 你时时刻刻都在向人示范自己 究竟相信哪一个 那这个是我们在练义手册 里面不断去强调的一个重点 他说你的念头 没有一个是中性的 16课 16、17课 就在讲这个事情 只有两套思想体系 要不然就是小我 基于分裂 要不然就是圣灵 基于合一 好 那别人会从你的表率中 耳濡目染 这个也是翻得很文言 其实耳濡目染是英文里面 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词 就是learn 学习的意思 就是 别人会从你的身教中学习 然后 你自己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 其实你在 教的时候 你就是在活出 你所选择的那一套思想体系 那你每教一次的时候 你就会强化他一次 就像强化习惯的那个强化是一样 因为你不断的活出 一种 一种行为或者一种模式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 将他在你之内固化 那慢慢的久而久之他就会在你的心灵里面 形成了一个 很强大的力量 这个就是习惯 所以其实你在教的时候你自己也同时在学 因为你并不是用言语在教 你是用你的身教的教 OK 那最后你会发现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面的人在 对你什么 跟你什么耳濡目染 因为外面根本就没有别人 就只有一个心灵而已 所以就只有你自己在学 只有你自己在教 也只有你自己在学 这个在 第二段的第六句 刚好在中间的地方 他就讲得很清楚 其实你无法教给别人任何东西 那这个其实 怎么说呢 我自己做这个 就是 被人称作是这个奇迹课程的老师 那 这几年过程中 也蛮有体会的 其实学生学不学那个是他的决定 我并没有办法真的去交易一个学生 就是我讲的东西 他可以把他完全听成是相反的 可以听成是扭曲的内容 或者根本就没有听到 如果他内在有一些抗拒 不愿意去接收那个讯息的话 那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 那也是他愿意的 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影响到我的学生 这样 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但是其实非常符合 你在做这个奇迹课程教学的时候 的那个实际的场景 好那下面第10句呢 他说你必须把每一个遭遇视为你的教学机会 也就是说 你的每一段关系 不管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你跟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你的教学机会 也就是说你跟每一个弟兄在接触的时候 你都在选择你要不要宽恕他 要不要用宽恕的眼光看待他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在告诉别人你自己是什么 然后他们在你的心中又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你总是带着这个 受害者的情绪的时候 你就是在用你的身教告诉别人说 你就是 他的受害者 然后他是加害者 那这个就是以小我的这个 思想体系跟眼光去看的时候 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下面第3段的第2句呢 他这个翻译有点偏调了 首先是在这个正式的教学场合 这个是 英文的formal 其实他应该是讲形式的教学场合 就是我们讲说 你用这个言语去做教学 这个叫形式 形式的教学场合中 那他原翻译是说 这些问题也许与你想要传授的内涵根本是两回事 那我们把它 稍加修改 就是把它 做成跟原文 贴近 就是 整句话读起来 在形式的教学场合中 你自以为 在传授的内容 那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也许与你自以为在传授的内容无关 就是在 形式的教学 就是那种所谓言语的教学 上面呢 其实 你要传授的内容 跟你的这个 讲出来的东西 可能 根本就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言教跟你的身教可能是分裂的 甚至可能传达的是相反的讯息 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碰过 也就是说 这个老师他说一套做一套 但是你就会开始觉得有些confuse 就是你会觉得有些怀疑跟 迷惑 就是说 他讲的跟他做的 怎么好像不一样 那这个不好意思 在灵性跟宗教圈子里面 这现象特别特别严重 那尤其是因为 灵性的这个 他的一个标准跟追求 其实是非常高原 但是我们又很难在一开始就完全做到 那有时候做不到呢 我们就试图去自我欺骗 欺骗自己 欺骗学生说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 已经开悟了 已经怎么样了 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 你的言教跟你的身教是分裂 所以他下面第六句就讲说 你所学到其实是藏在你教学口述部分 底下的讯息 那教人只是为了强化你对自己所怀的信念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 他会形成一个习惯 这个信念会变得越来越加强 形成一个习惯 那你所学到的其实并不是你嘴巴讲的 而是你的身教 这个我们在最近一次的签调直播里面有讲到 那顺便广告一下 我们在微信的签调上面有一个直播间 叫做许志诚的奇迹课程教学 跟我们的公众号是一样名称 那你从这个公众号进去的话 就可以找到直播间的每一堂课 那我们前面已经累积了四体堂课 有各种很生活化的主题 那么最近的一次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 肯恩的一本书叫做仁慈的疗愈力量 那这本书在最开头的部分 其实就讲到了 而且用了很好的例子 很淋漓尽致的去讲到了 这个教学的场合 然后好像学生在学的跟嘴巴讲出来的 看起来好像是 用这个奇迹课程的言语 去教别人 但实际上 他的底下 是隐藏有攻击的意念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第四段 第四段呢 他第四句 他说 世俗中的人在改变他的原有想法之前 不可能不随波逐流 这个随波逐流的意思其实就是 去跟随世俗的课程 其实就是跟随小我的教学 就说我们一定是 跟着小我的教学在走的 这个是 我们在改变原有想法 就是学的奇迹课程之前 那么 在世俗或者说小我的熏陶下 他教的目的不过是说服自己接受一个 不是自己的假象 就是我们的自我 那他说这个正是世界存在的目的 其实世界存在目的 他能够传授的不外乎是绝望跟死亡 因为在小我的世界其实所有的 人事物最终都是走向死亡 或者他一开始看起来就不是很有生命力的样子 好那这个就是幻象 因为幻象总是走向幻灭 因为他不是真实的存在 好 好那下面这个第五段 第五段的第四句 他说这部指南是为了上主的教师们所写的 上主之诗 这个是下面第一篇 他开篇要讲的 谁是上主之诗 那事实上 基本上 你们现在读到的 这些文字的时候 你们就是所谓的上主之诗 好 并不是说你要学得很好才叫上主之诗 好所以他说 他们并非是十全十美的 否则他们就不会活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倒过来说 你不必去要求 你在人间所找的老师是十全十美的 通常这样子的时候你的那个 过了一阵子之后 某些事情发生之后 你的那个失落跟失望 会非常巨大 那些真正完美 活出完美跟圆满的人 都并不在这里 他们都跟上主在一起 他们不会来到这里 好 然后他们此生的使命是活出完美 也就是在座各位 这一生的使命就是活出完美 活出完美的宽恕 以 见证你灵性的完美 OK 那么所以他这边所讲的这个完美并不是 要叫你在这个小我的世界去当一个完人 或者当一个圣人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要你彻底的离开这个世界 一起 你的本性 原本就是完美 原本就是圆满的 这两层意思 这两种不同的意思 其实相差很大 你可以分辨得出来吗 OK好 然后最后他们学完之后 就会消失的踪影 因为断除了轮回 脱离了这具身体 把身体给脱出了 但是他们的思想会永远成为 力量跟真理的全员 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耶稣 看到是这样 就是耶稣他已经 回归到上主那里去了 我们也找不到他 看不到他 但是他的思想 因为来自于上主跟圣灵 所以会成为我们那个力量跟真理的全员 好 那这个是我们教师指南的 这个导演 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往 教师指南的 下一个篇章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